那上县的啊 上长存呗 长存比县还大 上长存 那那个 长存那地方消费高 是一个 长存那那个楼也贵 现在也便宜了 得分哪块 它得分好地点和不好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可真是阎王爷讲故事 鬼话连篇 乡亲前跟红娘说 不在意另一半是农村的 结果刚一见面 就要求大义去城市里买楼 看到大爷没同意 就开始暗示明示 想要点彩礼 结果大爷的话 让大妈彻底翻了脸 是不是王 王首仁王大哥 你好大哥 原来不管红娘委婿 今天来我们节目组 相信的是 王首仁王大爷 今年59岁 丧傲 这红娘刚一进屋 就看到大爷院里 放了几个大缸 打开一看 各种蔬菜肉 还有沾豆包 那边是啥 那边没啥 这咋这么多缸呢 这都显缸 特别有点容易 就这么个 我那一年都包上一件 鸡脚 蒸一盘 蒸进那一盘 他给那大洞 我看看 你看 哎呀 这年都包 你自己包的 也不想 以后我把这个给你拿 大哥能上 捡我一下 这可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让人大开演技 大了儿子在26岁那年 因为交通事故离开了人世 大爷先是经历了丧子之痛 又经历了妻子的离世 他深受打击 我干的啥 那谁大妈是不啥的 嗯 就没 没 没 没人 就像我那年 你就说我这粘子包是这样 嗯 摸完面 回来不得撤面吗 嗯 给我开水烫面 嗯 给我开水烫面吧 烫过我碗水 用我们手 抓一种面来回碗水 来回 上锅碗水 不是整个吊腩式 嗯 吊腩式的面子 这要是身边 都要有一个给你碗水的 对 给我碗水的 你现在整个说了后 那个窗边那个桥 然后都是我这粘子 所以说我不是说 你说有人帮我参赞 我 我就把那个公公子一别 这不就没人 大把手 大把手就没人 现在的大爷算是一个孤雾寡老人 平常干点啥都不方便 那么现在的大爷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想找一个 嗯 本费人 诚心过日子 要求不提 不弄物色的 嗯 俩人真是性格平衡 合得来也好 性格好 像你这么高个 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身高 多少年有要求 啊 想找个多高的 想找个一米六米上的 说起不物质 童娘想到了一位大妈 无厌洁无大妈 五十八岁丧欧 每年有两万块收入 大妈 没有房子 现在跟儿子儿媳妇 生活在一起 咱们的大妈 就不在意外表 还不在意物质 所以找一个 自己反正想的 找个有过天收入的 嗯 公职也好 或者说在其他家里的什么收入 人品好一点 嗯 不挑战 就是自己长相这个问题 也没有这个概念 可能是一开始说 就是对这个 也不是要求那么大 嗯 不看你 不用看影子 要是农村的人 那就是 各方面都相当 也也无所谓 是农村人都无所谓 那么大妈一直在城市里生活 能习惯农村的生活环境吗 因为我家在农村那时候 嗯 干活多都是我爱 大妈这就说了 自己本来就是农村出生的 再回农村也没什么 红娘一群色 这大妈也太好了 于是 立马带着大妈 来到大爷家 那上县干啥 上厂村呗 厂村的县还拿好 上厂村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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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elen 那那有消费高 是一个 藏村的那那楼也贵 现在也便宜了 得分哪块 它得分好的一点 和不好 相亲现场 大妈开口九十房 闭口药材里 看看咱们的大爷如何应对 我姓王 我姓王瞅人 我姓吴 叫吴彦杰 吴彦杰 两人刚一见面 互相演员都挺不错 大妈本就不在意长相 她觉得大爷这身高 轻打人的 大爷看到自己心意的大妈 连忙展示起了自己的战斗包 这个动好了 我就可以放下来了吗 动好了 捡起来 高纲力 对 她省着风 你爱吃着我儿子 我家以前也包 反正是这几年差了 她没办法整得多规矩 大妈从豆包 跟大爷做的整齐的柴火上 认定大爷这人干活板正 参观了一圈院子后 大妈又转站到屋子里参观 这些时候 在菜单碗里玩 她都倒腾空 没有喝一样 对 她没有 是自个儿种的油味 最后街道 这是盖房子 盖房子一起下的 那就是两个卧室啊 这是啊 对 这个一个挺着 他这农村的格局还行啊 看到屋里大爷收拾的也挺干净 大妈对大爷更加满意了 大爷这种男人 一看就比较会过日子 于是大妈决定坐下 好好跟大爷唠唠 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买啥东西也挺方便 然后去医通也挺方便的 去长春也挺方便的 这房我要碰着啥的 我要卖它 我上县那时候我就行 我这什么的 我这书非哥们 趟多个县住 上县那儿啊 上长春呗 听到大叔打算卖房去市里住 大妈的兴趣一下就上来了 你去市里卖房 那不如去长春买 那住着多舒服啊 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感觉到大妈的态度有些兴奋 大爷慌了 这家伙 我就是画个大名而已 你有没有必要这么当真啊 先说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啊 我问你就是 你能愿意上午这儿能让来不去 其实吧 要是各方面都相当也没啥 关键他这个确实是挺方便 大哥听你这意思 假如说咱俩要是说得成了 反正你是不想上厂春是不是 我不想上厂春 你有啥的说上厂春 上厂春第一个是买楼柜 第二个咱们也没那么高 没那些少 大妈听到大叔在长春买不起楼 大妈很大方的表示 你可以来我家住啊 买楼呗就上我家住去吧 也能住 我说大妈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跟你儿子儿媳妇一起住的 有个造心老婆婆儿媳妇就够到心了 你这还找个老头去住 你说你是咋想的呢 大爷听到大妈的话 不乐意了 找老伴就是过二人世界的 住满楼呗 就上我家住去吧 也能住还 我家三世的 你也上什么楼啊 那是我家孩子楼呗 那是我住他也要住呗 大妈见到欺义大爷 开口邀请对方来自己家 跟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一起住 大爷听着不乐意了 我又不是没房子住 干嘛要跟你儿子一起住啊 如果说好了 就俩人过二人世界 对对 不希望跟他们儿女的 或者说那么大 眼看大爷不同意他的提议 大妈心里一点没松口 大爷也不想再继续落房子的事了 联盟转换话题 我就说那眼睛 如果有啥要求 要求我都没啥要求 就即使成了啥的 那就是 有的说要彩礼 要这那的 这个咱们不能说要 就是你男方愿意给 就是你的事 因为 我感觉 反正我的想法 一说要 一提出他 就感觉是被一这来 被一那来 你要真住好了相当的 你俩各方面都合适了 那男的也不配说 就是说的 说的一点行动 表示也没有 大妈说的意思 我不要 但是老头要真想 跟我过日子 那不能表示表示吗 你对这方面 就是说 咋想 也就是说经济方面 这方面 有的人说是 差前台方面 有的人说 差演员方面 还有的人 差人说 就是 你经济方面 说收入少 有的人想 你经济少 收入少 也就是 女方 听到大爷的话 大妈有些恼火 我问你以后 经济方面 是咋安排的 结果你说的 这都是啥 要不是我看出 你手里没啥负担 有几个钱 谁愿意跟你 磨磨叽叽 我有工资 生活费都我出 一月一千 或者一年 给你一万也好 那你说 我给你拿这一千 那你说 你那方面 人情方面 还是我负担的 是不是 那你这方面 人情方面 还是不是 我负担的 那都是小事的 导致后果 那你妈还说 那个随理别钱 那还算钱吗 我家那口 我说实在 一年也没有多少事 听到大的话 大妈直翻美眼 人情随理 那也算钱吗 你就是抠门 啥也不是 我说大妈 人家大爷都说了 两个方案 只要你不要别的钱 每个月给你一千块 或者每年给你一万块 你是哪个都不满意啊 你可好好 瞅瞅你那张老脸吧 可大妈不得 她认为自己美若天仙 一个月一千 是看不起谁呢 当面拒绝了大爷 咱俩吧 现在吧 可能是缘分没到 咱俩就做个朋友了 两人的相亲 就这样失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 相亲都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 请不吝点赞